来看他们的人生风景 做环保是一种心灵复健 一位40多岁的张小姐 因为忧郁症造成她 幻听幻觉终日要不离生 而在环保做了三年之后 说话和行动能力逐渐复原 透过采宝特瓶 重新采出靓丽健康的人生 每周三一大早 慈济关渡园区旁的大树下 附近的环保志工固定向邀前来做环保 围成一大圈去除瓶盖和瓶环 还有这群 左踩右踩踩点每一支宝特瓶 节省回收空间 来自康复之家的孕生 这一踩就踩了五六年 因为生活压力 二十年来饱受精神浩弱的张小姐 这一座尽做出了意外收获 假如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话 可能有时候会受那个症状的影响 可是你到了外面 就是跟大伙都是一样 大家都是一家人 汉盐室刚来的时候 那个药盒一格都装得满满 还装不下 然后出去走路是脖子披毛巾 走路斜斜的都要倒 然后旁边都要一个人帮忙 工作来时大家默默完成 每人喊累喊休息是体力复健 而融入人群也慢慢回归正常轨道 他们的脸是以前是呆呆的 然后在医院是有症状的时候 都是被很严厉的对待 来这边是很温馨的 所以他们比较敢讲话 一开始他们 人他们在树下就小变了 拿别人的杯子 要用点心的时候会正先恐吓 保特瓶回收再次延续雾密 也让这群边缘人生 找回生命光彩 戴新闻校世界零第一 台北报导